大家好,我们这节课呢,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注释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注释 注释是编程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就是用来解释自己写的程序是什么意思 那注释的作用呢,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商业项目里边多人协作开发的时候 有了注释以后呢,可以方便别人查阅自己写的代码 二,在自己对自己写的项目后续的更新和迭代的时候呢 可以提高我们的可读性和整个的开发效率 那在Python里边注释有两种 一种是单行注释,一种是多行注释 那单行注释以警号开头 可以注释掉警号后面一整行的内容 那多行注释呢,是以三个引号开头 三个引号结尾 在这个引号之间呢,来书写我们的内容 那下边我们来新建一个文件 演示一下 在新建文件的时候要去注意一下 那我们一般情况下在去新建文件的时候呢 我们的文件名是以英文单词作为命名方式 一般是不允许出现中文和空格的 但是为了我们讲课的一个方面 我们在这呢,给大家要去写上这个中文 来,比如说二注释 好,首先呢,是演示单行注释 这就是一个单行注释 然后你在下边再去输出一个内容 比如说一二三 然后呢,我们去运行一下 运行 你会发现我们只输出了一二三 三个引号 引号包裹 可以实现 换行 引号 包括 单引号和 双引号 两种 来,我们在下面呢 再去输出一个print 876 这时候呢 我们再去运行 你会发现只输出了一二三和八七六 那我们在下面呢 再用双引号 再去进行一次演示 来 第一行 内容 第二行 内容 第三行 内容 好 我们运行文件呢 除了单击右键 可以运行以外 我们还可以点击上面这 这个三角 也可以点击右边这 这个三角 那我们再来输出一句 print 55 来,运行 这时候呢 运行 你会发现输出了一二三八七六和三个五 但是我们这个 单引号和双引号 包括的这个多行注释呢 它并没有执行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python里边的注释 然后有一点要去注意的就是什么呢 在python里边的注释 它不会被python的解释器执行 更多资源 请关注python专栏 微信公众号 请扫描下方二维码 获取更多资料 那么没事 Надоreno anh腿走 nosotros 大家 感谢观看